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什么说的 把它接上以后给大家简单的讲讲这个塞子 好了 费了半年劲 我把这个塞子装上了 因为这个势力不是特别好啊 非常较劲 就给它装上了 装上了以后 我们看它的完整性非常的强 这是它这个左右单元的小塞子 体积并不大 其实它是一个三单元动铁的塞子 这个三单元动铁是标准的楼市单元 以前咱们可能也听过这个包括玉绍和林四尔分别都说过 这个楼市单元有国产有进口 这应该是进口的一个楼市单元 外观呢 非常的漂亮 塞子从外边看 首先它的logo是浮在上面的 另外有这个很明显的六角形蜂窝状的一个布局 非常的漂亮 看着比较神秘 这回挑的是一个这个透明颜色的 透明颜色呢 这样内部乾坤我们一下都看到了 这个塞子手感非常好 拿着也不大 我先说说它这个外观吧 这个外观呢 实际上厂家在定做的时候 是通过这个DLP 3D打印技术做的 攥起来三个手折肚就可以给攥过来 刚才我们说了 内部有三枚楼市动铁单元 楼市动铁单元的一个特征 是两度延伸的比较好 尤其是高频端延伸的好 低频端呢 需要根据厂家去调整 所以一会儿我们再听听它的低频端怎么样 但是上了原装的楼市单元 起码在中高频这方面是一个保障吧 是不是 另外第三个是一个标准的换线 我们把单元拔下来了 我们看个体积比较小 插上去 盘在耳朵上 不得不说这款耳机佩戴还是比较舒适的 也就是说厂家对于这个人体工程学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再说说另外一个小乾坤吧 这款小塞子呢 带调节模式 大概有四种调节模式 四种调节模式呢 它是以这种上下波动开关来设计的 比如说其中有一种模式叫做人声模式 我们调到这以后人声会润一些 然后表现力会强一些 另外还有氛围模式 我们听大场面的时候 可以把它调制成凤零模式 平衡模式呢 在我认为我习惯用于睡觉之前 或者拿它做背景音乐的时候听一听 把它调成一个平衡模式 另外一个玲珑模式 这个玲珑模式呢 我经常拿它听一些这种巴洛克时期啊 意大利风格的这一类型的古典乐小编 然后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四种模式呢 挺有创新的哈 刚才我们看到了换线了 原厂这个线是无氧铜镀银的线 非常的软 非常的柔顺 尤其编织起来还挺漂亮 在灯光下打着以后 像一个晶莹剔透的项链 其实厂家当时说只要加一点点钱 我估计可能是在百元左右 就可以换单精铜镀银的线 其实我刚才已经换过了 声音呢 明显反正我是一耳朵能听出来 所以这块还是挺良心的 外观都说完了 一会儿我们将用太子和七彩虹U8 分别听一听古典音乐 人声以及流行音乐 咱们来感受一下 不同的音乐风格下 这款耳机的声音表现怎么样 好吧 吃笔风火连天赞衣 只划掉我们几万个胜利 在长江水面写日记 任你也能看见涟漪 家乡在南美的远方 被水被遮光 安静的悲伤 尖上剩下的能量 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等待两人回来那一方 原来为你唱歌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 蓝色的雨下在我眼前 骄傲的泪不客气 收我眼睛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 灰色的梦睡在我身边 不透就看喜欢没有你的眼 勇敢的面对 同时这面对 灰色的夜 还在眼前 等待两人回来那一方 原来为你唱歌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 有谁不许四而寻舍 鲜血中间鲜血长鸣 水梦中无数次的滋润 避下有最灵力的爱恨 一弯跳着腹射 只嫌你一不然辰 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良人 谁能有心挫抚终身 幻想岁月无声 百年之后何愚分 我爱你苍凉双眼 留有余温 荒芜的星狂也涂奔 你会贪落远程 抹去至少悔恨 各自分尘 可那些流离失所的幽魂 抹中一世 匆匆未困 从来酿酒的人 分为清醒 独斟起身 长言说命运斑点 不由人 不禁长言 偏心凡寸 那些荒唐传闻 化名成为青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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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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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